一棵小树从这样,到这样,需要多长时间呢? 两年前拿到这棵精确棍子时,我也是生无可恋,不过只要它还是活的,我是不舍得丢的。 好在它的主干还有一些变化和过度,养了一年后,初支点基本确定,剪出了枝条的第一集,这是去年夏天修剪前后。 今年春天给它翻盆时,对根系进行了强力修剪,只留下两条侧根,换入这个长方盆中。 两年半后的今天,这棵精确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了,今天准备给它修剪一下。 虽然它现在仍旧很普通,不过,两年多时间的变化还是很让人欣慰的。 很紧培养的过程很漫长,这期间的很多孤独和忍耐需要创作者独自去承受。 不过只要我们心中的目标明确,脚下的步伐坚定,再远的目标也能轻松达到。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请你帮我点个赞,我们下期见。